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彼得前书第十二天 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至十九节 与荣耀的基督一同受苦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地事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祂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 偷窃 作恶 好管闲事而受苦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 却不要羞耻 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 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一人仅仅得救 那不前进喊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 所以 那照神旨易受苦的人 要一心为善 将自己灵魂交予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当人遭遇像火一样的考验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奇怪 好像发生了什么怪异的事 使徒彼得认为这是特别的试炼 所以鼓励大家说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我们既然在基督的苦难上有份 就应该欢喜来面对火炼的试验 好使我们在他再来时 也就是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与主一起欢喜快乐 同享为基督受苦的荣耀 使徒彼得有以下两点的提醒 一 要为主受苦 不可因恶受苦 从十四至十六节看 如果因耶稣基督的名受责骂 就是蒙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 也就是神的圣灵 常住在我们身上的缘故 我们当中不可有人 因杀人成为一个凶手 因偷窃成为一个盗贼 或因作恶 而成为一个为非作歹的人 因为这样的事 而受苦是不值得的 也无法使主得到荣耀 反而会羞辱主的名 相对的 如果有人是因着做基督徒而受苦 他就不应该感到羞耻 因为主受逼迫是有福的 所以他反而要奉主耶稣的名 归荣耀给神 有古超本富有 就他们而言 他确实是受到了亵渎 而就你们而言 他却得到了荣耀 二 要一心为善 将自己交给主 从十七十八节看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 如果审判是先从我们基督徒开始 那么那些不肯信从神福音的人 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如果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 都要经历艰难 才能活出和神心意的圣洁生活 那些不敬钱和犯罪的人 又会变成怎么样呢 也就是主再来荣耀显现的时候 这些不信主的人 将如何在圣洁主的面前自处呢 所以彼得勉励我们 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 要一心为善 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基督徒活在世上 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所以从信仰的立场而言 要为主受苦 不可因恶受苦 要一心为善 将自己全人交给主 与主同心同行 才能走这充满荣耀的永生之道 亲爱的主啊 谢谢你拣选了我 我愿与你同心同行 请圣灵在我生命里 教导我与基督一同受苦 走完这条荣耀的永生之路 道读神的话 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至十六节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 常住在你们身上 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 因为杀人偷窃作恶 好管闲事而受苦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 却不要羞耻 道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阿们 主是的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我们相信当你的灵来复辟我的时候 我们就满有神的同在和能力 是能够使我们胜过一切 使我们得着属天福气的 阿们 你是使我们得着属天福气的 主耶稣啊 我们受逼迫 我们不发怨言 就是要来荣耀耶稣的名 阿们 是的主耶稣 我们就是要开口来荣耀你的名 主啊 你是永恒的主 谢谢你时常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让我们天天有力量 靠着你胜过自己的软弱 阿们 主是的我们要靠着你胜过自己的软弱 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使我们不作恶事 就是单单要做那讨神喜悦的事 阿们 主耶稣啊 我们要做那单单讨你喜悦的事情 你荣耀的灵场与我们同住 我们就要得着你所赏赐的能力及平安 阿们 是的荣耀的主耶稣 我要来赞美你 因为我们时常靠着你所赐 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能大力 刚强战力 阿们 主是的因着你的大能大力 使我们能够刚强战力 主啊 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 当我们披戴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要更多的为神而活 让我们不再单看自己的需要 主啊 不再害怕为一受逼迫 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 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 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 我们要摆脱恶习 战胜软弱 要呼求你荣耀的名 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